OK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无油的马薯面包 很好吃 今天要准备的是红薯 鸡汁嘛 还有水沫糯米粉 因为这个可以再减脂其吃 无油无糖给上包 到下面要开始 第一步先把红薯洗干净 开始蒸红薯 OK 接下来把红薯蒸上 吃口西瓜 等待它熟 首先把蒸熟的红薯包 经过很长时间的蒸熟 然后变成这样 把皮包了 很想去腌 因为它吃起来有一种板力的 接下来准备一个葱 然后开车 然后让它去清淋 加入100克糯米粉 然后再加入芝麻 如果你爱吃芝麻 可以多加 OK 吃下去就会 好可怕 好可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像已经预热完成了 然后现在放入烤箱 小心哦 然后放入烤箱 然后设定就迈走 27分钟了 OK OK 现在等待27分钟 现在它就在里面等待变熟了 OK 接下来 打开看看 哇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OK 拿出来 可以看 我先来一口 嗯 很好吃 OK 那马虎就要先结束 OK 拜拜 拜拜